这一个个外形可爱的猪仔饼 是不是和市场一般的猪仔饼有所不同呢 这是霹雳22岁女生李雪梅和姐姐一起开创的 秋蜘蛛系列 因为外形讨好广受欢迎 我们有四个秋蜘蛛系列花好月圆 刚开始我妈咪做的时候是很典型的猪 就想要创意一点比较比人家特别 就想到加ribbon给它特别一点 秋蜘蛛的构想其实是无心插柳的成品 雪梅是和家人一同制作月饼拜神时 一时兴起 在一旁拿着材料自己按捏 从一开始的传统外形 一路改进到令人爱不释手的可爱猪仔 看到的亲友都非常喜欢 最后在母亲的建议下开创事业 在创业的初期 她和姐姐都必须挨家挨户 到太平市区的咖啡店商店推销月饼 打开秋蜘蛛的销路 现代的消费市场注重产品包装 秋蜘蛛的外形可爱口味佳 推出之后已经迅速打开知名度 逐渐被人们淡忘的猪仔饼 在年轻人的创意改造下赋予了新契机 猪仔饼是源自中国广东的中秋小吃 因为外形像小猪而得名 又因为被放进了塑料笼售卖 因此也成为猪龙饼 寓意广东话所说的猪龙入水 但是由于猪仔饼是用月饼的边角剩料制成 口味单一 加上外形不讨好 在花样口味百出的主流月饼旁香型建桌 但是猪仔饼吃的不只是它的古早味 更多的是记忆里的味道 NDP7 霹雳采访报道